如果说习近平拿得出手的业绩 也就是反腐败了 在习反腐的浪潮中 已经有四百多万官员被抓 落马 上到大老虎前常委 徐才厚郭伯雄 下到小苍蝇社区的主任 但习近平的反腐 遏制了中国的腐败吗 当然没有 不可能 否则官员怎么就越抓越多呢 目前中国的贪腐吉利斯世界纪录 是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明保持的 这哥们索取和非法 收售财务共计人民币17.88亿元 据说呀 这办案人员在赖小明的几处房子里 收出了2.7亿人民币的现金 总重量超过6吨 哎呦 这不合理呀 这赖小明搞金融这么多年 也算是金融专家 怎么可能这么愚蠢把这个现金放在家里呢 说不清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官方啊 就是这样说的 现在据说的华融资产公司啊 也跟迷了 实在不好意思 贪的太多了呗 并且是董事长带头贪 为什么习近平铁腕反腐 不仅没有让官员收手 想法是越反越腐了 这些官员呢 为了利益可以说 无所不用其极 事实如归 前赴后继 2013年李承鹏啊 叫大言李承鹏的文章 看着史书 却不相信爱情 讲述了中国反腐第一人 朱元璋大侠的故事 对这个问题啊 进行了深入的后续 由于文章发表在多年前 为与时俱进啊 适应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新腐败 我必须进行修改 下面呢 我们就传阅历史 走进1368年的大明朝吧 那一年呢 朱元璋站在 隐天城高高的台阶上 感慨万千 从此那个朱重八 不负惩战 明太祖朱元璋 将如日月照耀滑下 这个明朝的开国皇帝 也是啊 帝国最资深的教花子 啊 不能忘怀当年啊 正是贪官污吏 让他流离失所 父母啊 都差点啊 没有钱埋葬啊 就死无葬身之地 他心路明镜 幻常腐败 让横扫天下的大元朝 会 瞬间崩溃 于是啊 这个 朱元璋这哥们啊 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大明朝 是一尘不揽 一定要让官员的 亲政年节 让他们不能贪 不敢贪 和 不想 那一年 他年龄很好 可以说是精力旺盛 40岁 侦查 分析官员 异常的财务状况 就像一部云计算机 他呀 数贪科 戏 宣布 凡贪污啊 60两以上银子的 就会被包皮 宣炒 哎哟这60也没几个钱呢 啊 最后杀的姓齐 干脆下令 不足60两也杀 在明史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 啊 亲任 他亲任 纪委 监察委书记 啊 曾经办过的案子 啊 收贿袜子一双 鞋两双 书记四本 衣服一件 微博一个 网金一个 圆口衣服 一服一件 啊 杀 啊 这就简直像朱元璋啊 就像个收破烂的 一方面呢 是出于叫花子护石的本性 另一方面贫苦出身的他 认为 治烂事 就得用 重点 杀 杀 杀 他成立了 清军啊 都尉府啊 就是后来 人们在影视里 经常看到的 几一位啊 特务机构 又启用了啊 简校啊 那些军人 官员 太监 甚至和尚的职人 就很像现在啊 中纪监委啊 或者巡视组 四处打探 官员的 负能量的传闻 一经查实 或者不经查实 就迅速砍掉 那些官员的人头 周元璋 花十五年率兄弟们 打下江山 花了十五年 杀了五万贪官 稳住江山 可贪官是越来越多呀 那时就出现了一种现象 官员啊 正在亭上 牛皮哄哄的 审问犯人 突然呢 被一波 更加牛皮哄哄的 锦衣卫冲进来带走 弄得下面 跪着的犯人 莫名其妙 哎 这到底是 审我 还是他 也出了事呢 由于啊 官员抓了太多 明朝的官员 是严重的胆怯 就是公务员不够用啊 法官不够用 只好留用一些啊 犯了事的官员啊 贪腐官员 让他们带家办公啊 一个大家啊 把脑袋关在里面啊 办公 主审官员和被审的犯人 都带着家属 官员后面站着 前是他的锦衣卫 您别说 这些官员 可真是不忘初心 牢记此命 省案子可是一丝不苟啊 因为为什么 群王此寒呢 我这样认真的省 将来人家省我也认真了 庭审结束 下堂 自动通商宽衣 把裤子一脱 趴到凳子上 让锦衣卫打自己的拼野骨 并且呢 还严格保持啊 社交距离 啊 六百年后啊 我们看到了同样可爱的警官 早上报纸上看到啊 市委李书记严厉批评官风不振 路法冲官 晚上呢 德子李书记被带走了 刚刚看到纪委的曾书记抓了贪官 不一会儿啊 这个曾书记因为涉黑也被双规了 有一个区树摊被立案查处的干部 夺达81名 更由于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原区委书记在内的三名主要干部 都落马 查处的干部太多呀 导致在通报大会上 被抓的人比台下的人还要多 嘿 你说这这咋说呢 闲话少续言归正状 我们还是回到明朝 话说贪官的屡抓不绝 往往是早 往往啊 早上抓了三个 晚上也出现五个 资神教花子朱元璋决定了 祭出法宝 走群众路线 中共的群众路线就来自于朱元璋 那时候没有新闻联播呀 焦点访谈仅限于啊 就是焦点访谈仅限于内阁 他就向全国呀发行了 叫啊 这个大告三篇啊 就是说皇上得成子 得成名啊 做的指示 所以说啊 这个朱元璋也是个作家 这个朱元璋也是个作家 就跟我们今天老习一样啊 世界最高产的作家 写了140本书啊 好家伙 这印的比圣经都多 啊 这个赵子场 这个逮满了就是啊 印的新书 啊 什么赵子场呢 这不赵子场打成纸箱吗 这都废书吗 啊 所以说啊 这个朱元璋在明拿害民该历三十四里就宣布 那些官员都是傻缺 现在我要动员啊 德高望重的老人和见义勇为的啊 侠士们来帮我啊 举报官员 后来更加规定呢 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冲进官府 拙拉不满意的官员 官员如果敢阻拦啊 遗租全族 把你全家全族都杀掉 于是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奇特的警官 在通往啊 啊 这个啊 首都的路上南京满啊 常见一群群老百姓啊 趾高气扬的压解说啊 官员前往南京的盛况 这是浩浩荡荡的就像黄金 黄金州旅游啊 那些当官的甚至下跪 向老百姓囚劳 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 群众路线够彻底 视觉上也有大革命的波澜壮阔 可是贪人们还是贪 编着花一样的贪 这周元璋这私生叫花子 可叫纳闷了 而且新的情况啊出现了 一方面呢 全国书生们于过疆之急 报考公务员 另一方面呢 能能自危的警官 每天上朝前呢 都要与妻人含内绝别 就告诉妻子黄脸婆 哪个亲戚的钱还没还 房契放在哪里 下一代该怎么方向培养 小生出找谁走后门 因为这个去了不一定就回来了 最好还小生的说 有的小金库不好意思 本来是留给小三的 现在小三也靠不住 那就给您了 所以啊 这个明朝的一些官员压力三大 普遍都得了抑郁症 有的是真抑郁 有的是装疯 那时还没有啊 太多高楼 一供这些官员跳下来 你想那时候高楼他不高啊 三楼四楼五楼割静脉自杀的方子啊 还没有流传过来 因为这个中国人啊 这父母所赐的身体是不能随便动的吗 所以还不知道 也不知道静脉什么东西吗 有一个叫袁凯的啊 这个监察历史 为了保密 他就装疯 这哥们装疯很有创意 那就是什么 吃死 不仅吃 吃得嘴巴还巴巴有响 叫滋滋有味啊 从转世来看 六百多年的官员啊 就是六百年后的官员 就是六百年前的转世僵尸 你看这龙岩镇长上吊了 而之前福建莆田市长张国胜在办公室啊 啊办公楼跳楼自杀 天津政协主席顺啊 宋平顺自杀 洛阳公安局集检书记张广生跳楼自杀 浙江高院副院长啊 啊叫洪赵洪在卫生间 哥们啊把裤腰带下下来上吊自杀 好吧 我们还是回到明朝 这个洪朝比明朝还要乱啊 这朱元璋心里就纳闷了 这风楼啊 虽然不够师爷用 但你们这些官员又为老百姓做了些啥呢 虽然杀掉了一些官员 是为了清除政治异己 但很多官员的确贪腐的不成体统 啊那怎么办 你就刑法呗 什么挖乞丐 抽肠 用开水磷 再用铁刷子刷啊 铁钩把人吊起来干嘛 风干啊 什么叫电锯惊魂落报 朱元璋那张瓦片脸 很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法术行而责犯奈何 为了几个破钱 鸭门真的就不怕是吗 一个叫啊 贵燕良的大臣 发表了 忠诚的相当二百五的意见 说呀 用德则义 用法则老 陛下应该鼓励道德 树里观察了道德模范 朱元璋一听 深以为了 杀看是不行啊 杀这么都没用啊 刑法在仓库 在在在明朝 把这个前任贪官 把他包皮 做成稻草人 后面的公务员要去接位 上任 先得看看 参观一下他的前任 就是你不要贪哦 你要贪 后面 你给你的前任都成为稻草人 所以杀不行 还是要靠道德 朱元璋啊 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 宣传道德 极评道德文章八股啊 也是这时极大臣 他就这么推理 把圣能的思想像软件一样 直如未来官员的脑子里 官员啊 天天做中国梦 国家自然富强 这个推理影响久远啊 连后来推翻他的清朝 也模仿 今天老习写了阿摩多苏 也就是像这个蔡奇所说 要入魂 入老 还要入魂 好家伙 这魂是啥 不知道 中华帝国啊 只相信两个东西 一个是道德 一个是酷刑 可从逻辑上说 如果道德的约束官员有用 那要这些下三难的刑罚干嘛 如果刑罚是灵丹妙药 那相似殿事 何不去考 能堕去贪官的手脚 耳鼻 自成能棍 自于将刚 是依法治国的有利 至少字面上看上去 嘿 还挺有震撼力 周元璋啊 从来就没有想过 法治啊 宪政啊 这些玩意儿 也不知道差不多 在他决定完死贪官的时候 一个叫英国的地方 已经有了下议院 他不知道 锦衣卫东厂 简校 这些并不是监督 而是监事 而监事 只会让贪员 贪官呢 更狡猾 更坚定的 捧党 结实 形成了 连皇帝 也撼动不了 在侦插不尽 水泼不尽的 利益 几贪 总之啊 这个精心设计的帝国 亡了 在他亡之前 有一个被人忽略的情节 181583年 万历皇帝在会事时 出了一道匪夷所思的题 就是正越历经图治 也就是越勤政 官场越腐败 法纪越松弛 到底是正缺乏仁爱 还是太优楼 在全国同考时 居然皇帝出这样的题目 也是前无古人 后来者 看来这万历皇帝 对治理官员 真是丑死了 憋得 把本该对贵妃娘娘 说的四方话 也都写在了纸面上 多年后啊 六百年后吧 红朝有了百万级 级检干部 平均每个级检干部 监视八个官员 这比大名的锦衣卫 剪校还要多 外加上中央巡视组 中央独岛组 就是八福岸巡的套路 有些官员听说 啊 巡视组 独岛组 驾 驾铃 前列线 都掉进了裤裆 赶忙背诵啊 这个贺电的平安金 啊 受惠平安 行惠平安 双规平安 啊 柳志平安啊 啊 每天的上班前 对平时啊 根本不搭理的黄脸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良心发现 还不忘说了一句 嘿嘿嘿 你真美 虽然不再四书五经 但还是坚持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道德 就是 啊 公安部长孙力军 刚跟女孩们做了红楼梦 就赶忙向习 感言中国梦 红朝和红明朝的贪官 别无二致 他们被抓后啊 总爱玩这些感恩啊 梦想啊 这类掉掉 反复自己误入红尘 内心还是个小清心 不同的是 明朝是零杀 宁可错山一千 也不放走一个 当今是啊 啊 告命夫人被判死缓 银行行长被判死缓 法院院长被判死缓 公安局长被判死缓 省委书记赵振勇 陕西的啊 果然也是死缓 在真正是否废死 废除死刑的问题上 我们只好调侃 不是废除死刑 而是取消 死缓 但认真啊 您就输了 就算回到大明 抽长 林池 开水林 铁刷子刷 勾起来风干 把贪官变成一个呀 制作烟乳食品的过程 你也吓不跑 贪官 算了 不说隐士吧 还是说明朝 晚历十五年 开头 黄能宇先生专门写到1588年的事情 英国大破西班牙无敌舰队 他们又提到的是 整整一百年后 也就是1688年 英国的光荣革命诞生了 原本也贪腐 捧党 专制 国内行事烂七八糟的英国 居然开始了 君主立宪 聪明的 用分权 宪政 监督的手法 治理国家 成为一时日不罗帝国 而此时 中国的政权 已经移交到了 秦几股传花吗 秦仍然延续 灭民的道德加酷刑 甚至还用一个辅助的战术 那就叫文字欲 帝国从此走下坡路 所谓的康前盛世 是教科书上涂抹的口红 潜伏危机 都被嗜库全书 那些才子们 用修持的手法 轻轻 去了 几千年来 中国的官场 从不缺 树滩 中国官员最爱讲道德 很多时候 我们被迫在既有那么多 树滩 又有那么多道德的 逻辑矛盾里 台湾 相信花柳楼上发生过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就像我们相信 人民日报大阪的标题 十环 彰显现了法治精神 其实无论是展立决 还是十环 都彰显法治精神 一毛钱的关系 都没有 只与圣上一拍脑门的力气大 还是利益集团 拖后腿的力气大 他们之间有直接的 这种叫什么呢 叫自身的关系 或者说成正比 公元1644年 从政皇帝在自杀前写下一招 正良得妙风 上甘天旧 难皆成无政 就是说你们这些复兴的官员 平时白养活了你们 关键的时刻一个都不见 是你们把我搞死的呀 276年前 大明帝国第一任皇帝 朱元璋在应天台上发誓 要搞死那些贪官污吏 经过276年卓越的努力 帝国最后一任皇帝 崇祯掉在了歪脖子树上 哀叹自己被贪官污吏 搞死了 讲完明朝仿佛畅廉的事 我们再回到21世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习近平很郁闷 心想这些贪官污吏 怎么就像地上的韭菜 隔了又涨了 怎么就这么不怕死呢 难道真的是说 这个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 做成的吗 新冠疫情洪灾 经济衰退 香港抗议 台湾独立 新疆集中营 习近平不仅 这些问题太头疼 脑袋都是大的 习不由 想起了恩师 毛泽东 常念的枯束缚 习连 重流 一汗 尽看遥露 七长江 书有如此 任何遗憾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 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